今年是中国和冰岛建交50周年 22号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同冰岛外长吉尔法多蒂尔举行视频会晤 王毅表示 中冰建交50年来 双边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中方愿同冰方继续携手抗击疫情 深化旅游 数字经济 信息通讯 农业科技 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 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调 欢迎冰方加入全球发展倡议 吉尔法多蒂尔表示 冰方愿进一步深化两国在贸易 旅游 北极 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化等方面合作 相信中方将举办一届成功的冬奥会 赞赏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